大家好 到11点50了 那我们就开始分享 我是张海文 是来自中国移动 今天我的分享的内容是 服务网格在移动云 中的应用实践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移动云的服务网格的负责人 也是Eastio社区的member 这次分享 打算是分四部分来做一下分享 第一部分就是讲一下 服务网格在移动云里边 有些什么样子的应用的场景 第二部分是讲一下 我们在应用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哪些技术的问题 然后在技术这一块做了哪些探索 第三块就是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也在逐步的产品化 在这个产品化的探索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沉淀 第四个呢就是讲一下 服务网格在移动云后面的一个未来的展望 接下来讲第一部分 先做一个概述吧 先介绍一下移动云 移动云是 就是中国移动的云计算平台 现在是也是国内发展比较迅速的一个平台 目前的话在公有云领域 就是市场份额排到了第五位 然后在一些细分领域的话 就是比如说爱死领域排到了前三 然后在一些专属云的综合排名上 也排到了第一这样子 所以就是随着这个移动云的发展 然后在服务网格在移动云当中也 逐渐地在应用 其实就是主要是在移动云里边 目前有就移动云上面有很多的公有云的产品 目前有将近五十款产品 在通过服务网格做这种灰度发布 还有流量的治理 还有可观测 这些功能 然后另外我们也形成了 一个是内部的一个运维平台 OPS平台去支撑内部的产品 还有就是我们也形成了一个 CMP的产品 运温生技术平台去提供给外部的用户 这种服务网格的能力 接下来就大概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些应用的场景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灰度发布 这个是我们用服务网格的最主要的场景 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灰度发布的场景比较的多 就比如说有这个 入口级的灰度发布 还有就是微服务内部的 这种微服务要做灰度发布 还有就是再复杂一些的 就整个链路的这种微服务的灰度发布 流量从网关一直到了微服务内部 所有的所有这个链路上的微服务 都可能要做这种灰度的发布 还有一个就是多住户场景下的 微服务的灰度发布 这个多住户场景后面会再详细的介绍 还有就是做一些可观测性方面的探索 比如说服务脱补和链路最终 刚才讲到的是灰度发布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应用的场景 就是做这种流量的涌道 就是在移动云里边有不少的产品 是比较的复杂 包括有有可能包括有上就是几十个微服务 甚至是有上就是上百的微服务 然后这些产品的迭代又很频繁 每个迭代可能会并行的在搞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 如果这种一个 就是为每一个迭代都去部署一套环境的话 其实是很困难的 然后但是多个 就是多个迭代共用一套环境的话 又会带来互相之间的干扰 互相之间的影响 所以我们是基于Eastio家OpenTelemetry 做了这种全链路的这种流量涌道 来实现这种各个迭代的环境之间的隔离 这个是我们用的相当于是第二个场景 还有一个是我们做的一个探索 叫算网原生 算网原生这个概念 可能大家会比较的陌生 就是我先讲一下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 在2022年 就是国家提出了那个东数细算 就是用 简单来说 就是用西部的比较低成本的一些算力资源 去满足东部的这些数据计算的需求 然后后来就是像移动还有业界 其实大家都对应地提出了一个叫 那个算力网络的概念 今天上午的那个主论坛 我看了一下那个农业银行的分享里边 也提到了这个算力网络 这个算力网络就是为了实现这个东数细算的需求 能够让这个以算力为中心 然后这个网络为基础 能够去把这种算力和网络能够灵活地进行编排 接下来就是到了第三个阶段 就是我们云原生的话 其实是这种算力的一个 编排的一个主要的技术 但是这个算力网络就对云原生 就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挑战 所以移动云提出了一个算网 算网原生的概念 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在进行一个初步的探索 我们就是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场景 做了一下探索 这里边的场景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移动云的公有云的用户 去使用移动云提供的AI服务 比如说人脸识别这样子的AI服务 他要访问这样子的接口的话 优先是就是就近原则 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算网原生 也会动态地去把它的这个请求的流量 去分配到多个资源池里边去 根据这个多个资源池里边的资源的情况 去分配这个流量 调整流量以及调整这个算力的资源 这里边就是一个核心的关键的技术 就是Eastio的这个单网络 然后多集群多就单网格多集群 然后多网络这样子的一个模型 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架构 就是这里边就涉及到三个资源池 比如说苏州资源池 杭州资源池和成都资源池 苏州资源池相当于是一个控制平面 或者是说一个大脑的角色 然后这里边就是苏州资源池里边 会有Eastio的这样子的 就是服务网格的控制面 也会有一个就是算力中心 算力中心会收集 比如说杭州和成都两个资源池的资源的情况 然后算出来这个多个资源池的流量分配比例 告诉Eastio D Eastio D把这个流量规则下发到 就是一个网格里边的多个资源池的sidecar里边去 这样到了数据面的话 一个就到了第四步 一个普通的杭州的用户去访问AI服务的话 就会就近访问这个Eastio的网关 然后再去访问AI的开放服务 再接下来再往下访问AI的模型层的这个API的时候 就会按照这种相当于是算网原生 计算出来的这个流量比例 然后去进行流量的分配 这样也能够实现 就是也能实现一个 比如说西部的资源 就是成都的资源 也能够实现这种东部的一个数据计算的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这个是我们的在这个算力网络 或者是算网原生这一块的一个探索 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 我们在技术方面的一些探索 主要是想要分享两块 一块是多住户方面的时间 一块是在IPv4和IPv6双站方面的时间 这个多住户的时间 可能有一些移动云自己的特色 就是移动云上的 我们最一开始的时候 移动云的产品是 每个产品去部署在一个K8S里边 然后每套K8S都申请一套物理机 这样就后来发现 这个资源浪费太严重了 然后公司就开始 开始进行共享K8S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计划 就是让多套产品都部署在一套K8S里边 去共用一个K8S 每个产品都部署在 单独自己的Namespace里边 这样子就对Eastio这一块 就带来了一个挑战 或者是一个问题 如果按照Eastio的 这种经典的部署模型的话 一个集群里边就一套服务网格 这样就会带来两个问题 一个是性能的问题 一个是故障隔离性的问题 性能的问题就比如说 如果这个集群里边的多个产品 都共用一套数据面 然后共用一套网关 然后可能就会流量大的产品 就会去对流量小的产品 带来影响 另外就是一些故障隔离性的问题 比如说这一个公共的网关 如果发生了一些故障 就会影响到整个集群的产品的访问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个需求 就是需要在 NameSpace级别有一个 Eastio有一个多住户的解决的方案 我们想要的最理想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就是能够做到这种 一个集群里边 能够有多套服务网格 做到这种完全的隔离 每个产品有自己的服务网格 就包括控制面和数据面都要完全地隔离 但是我们就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 发现这个东西是可行的 但是涉及到需要修改Eastio的原代码 然后会带来一些开发 就是开发和维护的成本还是挺高的 最后我们是没有去采用这个方案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就是主要是Eastio里 就是服务网格里边的服务的身份认证的机制 这个昨天Eastio上 华为的超门大佬 也介绍了这一块的相关的东西 我讲一下这一块的就是服务网格里边的身份的认证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服务网格里边 服务之间的访问是要通过那个MTRS来进行访问的 这就涉及到服务之间的一个身份的认证 身份的认证就涉及到证书 证书就会有更证书和每个 就是更证书为每个服务颁发的那个自己的证书 就是这个问题就发生在了这个证书这一块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集群里边 就是先讲一下只有一个服务网格的时候 在这个左边的话只有一个付这个服务网格的时候 就是它的机制是这样子的 Eastio里启动的话会为自己会生成一个 就是会生成一个root更证书 这个root更证书就为它这个服务网格里边的所有服务去颁发 服务证书包括Eastio自己EastioD自己的服务证书 然后颁发了这个更证书之后就会去请求这个K8S的API 去创建ConfigMap 然后把更证书去相当于是放在这个ConfigMap里边 然后第三步就会通过K8S的Informer机制 会把这个ConfigMap去同步到这个集群的所有的NameSpace里边 接下来第四步就是到了服务网格的数据面 就会把这个ConfigMap挂载到容器里边 就是相当于是就类似于我们自己的 比如说电脑上的操作系统里边去包含了更证书一样 接下来就到了那个数据面要去请求第五步 数据面要请求这个控制面的时候 然后数据面去请求控制面 它会认证这个对应的控制面的服务 要进行身份的认证 这个时候因为数据面包含了更证书 然后控制面的这个服务 它的服务的证书又是对应的更证书签发的 所以就没有问题 这是在一个集群里边有一个服务网格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想要的是一个集群里边有两个服务网格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看右边的这个BAR这个服务网格 它里边的数据面去挂载了 左边的这个FOO的这个网格里边的更证书 但是它要去请求自己的控制面 这个时候就是 这个时候因为它自己是负的更证书去请求E4D 就是它自己的E4D的这个服务证书 它就认识不通过 这样就会带来的就是 第二个这个服务网格里边的数据面是起不来的 我们就是探索下来就是看了E4D的原代码 是这个地方是需要进行代码的修改的 需要把这种比如说证书的这种分发 不是进行这种整个集群的所有的name space的全局的分发 而是要把它限定在比如说这个网格它去纳管哪些name space 去把这个分发限定在一定的name space范围内 所以我们就去探索其他的方案 后来就发现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这个折中的方案是一个部分隔离的一个方案 就是在共享这个控制面 然后数据面是进行隔离的 这个方案是不需要进行那个代码的修改的 然后也进而也不会带来那种开发和维护的成本 最后我们是采用了这个方案 这个就是刚才讲到的 其实我们的初衷更关心的是 在这种多住户的场景下 数据面的一些性能和故障隔离性的问题 然后这个方案的话 就是做到了数据面的那个多住户的隔离 然后相当于是满足了我们最关心的 最注重的需求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方案 这里边的一个关键的点就是 EastLD的安装的时候有一个环境变量 这个环境变量如果设置成处的话 就会限定 比如说一个产品要用Gateway的话 要用GatewayCR 它的这个GatewayCR就只能绑定在 当前NameSpace里边的EastL Ingress Gateway 这样子就要求 要求产品就必须得在自己的NameSpace里边 去部署自己独占的网关 就是这样就做到了数据面的隔离 接下来是介绍一下在技术方面的第二个探索 这个是在2022年的时候 就是随着这个IPv6的普及移动云 就包括应该国内的很多的公司都做的一个计划 就是要把所有的产品都能够支持这个IPv4到IPv4和IPv6的双站访问 但是呢在这个2022年初的时候EastL是不支持双站的 仅支持单站 这里边就主要的原因是 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知道那个EastL 控制面和数据面之间的这种 是通过XDS协议去下发配置的 其中比如说有一些关键的配置 比如说这个Listener还有Endpoint 然后这种单份的协议的话 就数据面方面就只会去 比如说Listener只会去监听 IPv4或者IPv6的端口 然后这个Endpoint的话也会 相当于是只有这个IPv4或者IPv6的 对应的IP的信息 导致这个网格的话是只支持单站的 后来就是我们和英特尔一起去 在那个生成这种双份的XDS配置 这样子的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了探索 也做了落地 这个探索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些 就发现了问题 也把相关的问题代码都又回馈给了社区 提交到了这个双站分支上 现在这个方案是已经在移动云内部 以及移动集团内部都做到了一个大规模的使用 就是国内的社区方案的首个成功落地的实践 下边这张图就是刚才说到的 E4的控制面会给数据面下发两份XDS配置 然后对应的就会有两个协议站的配置 来实现这种双站的支持 但是这个双站的支持 这个方案会带来一些数据面方面的性能的问题 和资源的问题 因为它需要双份的配置 所以现在呢 E4社区和引外社区是在这个基础上 在做一些优化和提升 就是做了一个新的方案 就是这种只下发单份的这个XDS配置 来实现支持双站 现在这个已经在1.17版本中release了 现在我们也正在试点这个方案 接下来就是再讲一下 我们在E4的使用过程当中 逐步的产品化 这个产品化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 我们就是移动云使用服务网格的话 也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吧 然后是一个从低阶使用到逐步高阶使用的一个过程 就包括这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 就是主件级别来使用E4 第二个阶段是把E4集成到了 我们内部的运维平台上 然后通过内部的运维平台去使用这个E4 第三步就是和OM模型结合 来就是为客户来提供这个服务网格的能力 接下来我就讲一下这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主件级别来使用E4 这个就不讲了 这个应该也比较的简单 大家都比较了解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把E4集成到了内部的运维平台上 但是我们的运维平台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为了考虑这个灵活性和扩展性 在一些核心的比如说应用的部署啊 还有ESIO的这些灰度规则 这些配置方面还是通过Yaml来配的 更多的是做了一些 比如说用户管理资源管理 然后全线管理这样子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功能 然后所以呢 就是不管是这种主件级别的使用 还是集成到运维平台上来使用 都是摆脱不了 就是我部署ESIO都是要通过手动来部署 然后要做应用的这个部署 还有ESIO的灰度的规则 也都是要通过Yaml的方式来最终生效 这样就是使用ESIO的产品团队就很痛苦 他们就是逐渐的就变成了 需要变成一个KVS的专家 然后也需要去了解ESIO的知识 变成ESIO的专家 另外就逐步变成一个Yaml工程师 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逐渐对这种云原声的应用平台 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就是发现我们需要 需要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就是满足三点 第一点就是说 对要屏蔽底层的东西 然后让各种就是应用产品团队去 不需要去了解下面更多的这些东西 降低他们的使用门槛 第二个就是说 要以用户为中心 就是用户的话 这些产品团队 他们更多的是更熟悉应用 然后所以是应该是以应用为先 应用是最核心的 第三个呢 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平台 是需要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的 主要是想要说两块 一块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平台是能够比较方便的 能够引入到这个 把CNCF里边 生态里边的各种各样子的 组件能力能够引进来的 灵活地引进来 另一方面就是 能够去满足各种产品团队 他们的定制化的一些需求 然后我们在探索的过程当中 就发现这个OAM模型 是能够完美满足我们需求的 OAM的话是 是阿里巴巴和微软 共同开源的一个开放应用模型 它就是抽象出了一些核心的概念 我挑了一些就是比较重要的概念 来讲一下 就是OAM主要就是刚才提到的 这个应用是最核心的 应用优先 所以这里边 OAM里边应用是 应用是最关键的 这个应用就包括了 比如说一个产品团队 他自己的应用需要的所有的配置 应用又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叫component 组件 组件 然后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trade 是运为特性 这个component就是一个 你这个应用去真正去运行的实体 或者是一个运行的单元 比如说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web服务 它是一个redis服务 或者它是一个 它是什么nx服务 这样子的一个真正运行的东西 这是组件 然后trade呢就是在这个组件的基础上 定义的一些运为的属性 比如说副本数 然后比如说一些绘度发布的这种规则 这个OAM模型 就是是一些模型概念 然后它要真正的去实现落地的话 是需要有OAM的这个平台 业界基本上就是Qvilla平台 然后有了这个平台 就是OM的平台会通过插件的方式 去把各种各样子的 比如说云原生的一些组件能力 去可插拔地去集成到平台里边来 最后一个它有一个概念 就是工作流的概念 工作流的概念就是 工作流相当于是应用部署的一个 一个步骤吧 它能够灵活地去定义每一步做什么 然后以及把多个步骤去搭配起来 去相当于是能够满足这些 用户的各种各样子的部署的需求 这个是OM和OM平台里边的基本的概念 我们就是在这个OM和OM平台的基础上 构建了我们自己的那个云原生平台 云原生技术平台 现在云原生技术平台是提供给移动云内部 以及外部的用户来使用 然后就是有了这个云原生平台之后 就Eastio结合OM之后 一个产品团队去使用Eastio的方式 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这个图上演示的 第一步的话就是一个平台的开发人员 就是比如说像CMP 或者是OM平台的开发人员 去开发Eastio的插件 然后去开发 辉度发布的一些运维属性 还有就是辉度发布的工作流 并且把这些东西集成到平台里边就好了 第二步的话就是 集群的运维人员去通过 插件的方式把Eastio去部署到集群里边去 第三步的话就是 这种产品的开发人员 他们更熟悉应用 他们就创建这个应用的组件 第四步就是这个产品的运维人员 就是在这个组件的基础上 再去定义一些运维相关的属性 比如说一些灰度的属性 然后以及定义对应的部署的工作流 这样子来就是把这种灰度的组件 以及灰度的规则 应用到这个KPS集群上去 就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对于平台的开发人员需要做的就是 开发一些Eastio的插件 还有一些灰度发布的规则 还有灰度发布的工作流 在这个界面上我也结了一些 比如说这个Eastio插件 然后是可以通过就是OM平台提供了一些模板的方式来 开发各种各样的插件 就开发一个Eastio插件 也是就是去对应的去研发这样子的一个模板 以及后面的那个灰度发布的运维特性 还有灰度发布的工作流 对于产品团队来说 就只需要通过这个OM平台 通过界面的方式 就能够去使用这个服务网格的能力 他们就不需要再去了解更底层的东西了 就像这上面第一步的话是 通过插件的方式来部署Eastio 选择一个集群再选择 就选择安装Eastio 然后就可以了 部署一个应用的时候 就是通过界面的方式来部署这个灰度的组件 然后再定一个第三个灰度的工作流 执行了这个工作流之后 就可以通过这种服务拓扑来看 这个灰度发布的效果 以及可以看灰度发布完之后的 这个流量的可观测 在接下来就讲一下我们后边 服务网格在移动云上的一个展望吧 包括三点 第一点就是刚才说到的 就是通过单份的XDS协议来实现 这个双站的一个探索和落地 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 这个AmbiMesh的一个探索 这个昨天的Eastio 抗上也是 感觉现在大家都在探索这个方向 基本上有半数的演讲都在讲这个 然后我们这边其实也是有 对应的场景的 就刚才讲到的 其实移动云里边 多个产品共享KPS集群 对这种资源的 其实是想要提高这种资源利用率的 然后这个AmbiMesh 然后也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后边的话会做这方面的探索 第三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那个涮网原生方面 我们在涮网络方面会做一些 包括Eastio在内的这种 Serverless方面的探索 我今天的分享主要就是这么多内容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张老师你好 我这边有听下来可能有三个问题吧 就是第一个就是关于灰度发布这边的 因为灰度场景 其实站在题目暖角度来考虑这个场景 应该说是比如说我在V1版 或者V2版本 但是SightCam模式 或者说服务网格下的话 其实必须要求客户端都上了网格之后 我才能够去体验这种灰度能力 或者说我这种 这个场景 但是有的场景下 其实我很难去推动客户端都上网格 因为势必会在整个进行中 有一些人可能没有上网格 有一些人可能是上了网格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 那个多租户这边的 多租户这边的话 其实咱们这边是用那个 Ingrad Gateway来做那个入口的隔离 但是SightCam这边的话 其实还是共享一套Eastio的 但是Eastio原生的那个SightCam升级模式 其实用那个Injector Webhook去做升级的 做SightCam升级的话 那怎么样你去解决 在多租户场景下 每个租户比如说你猜看 不同版本之间的升级 来做一些稳定性 或者平滑的一些相关事情 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观测这边 因为原生的观测 我看到大部分都是基于 Cluster维度去做观测的 比如说它的一些 Promitious的Metric或者什么 都是基于Cluster 但是不论是做ATP 因为原生可能ATP支持的比较好 但是应该是没有一些 做细利度的观测 但是我们在有一些场景下 可能会遇到基于某些Method 或者某些Path 去做一些细度观测 这方面有没有一些 就是可分享的 好的好的 谢谢这个问题 就是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灰度是吧 灰度确实是会涉及到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 就从我的经验 两方面 一方面是说 这个灰度是不是一个 产品团队本身觉得的一个痛点 对 如果他觉得是痛点的话 他肯定是会拥抱这个东西的 第二个的话也是那个 相当于是 Eastio或者说服务网格的提供者 然后也要提供这种便利 就比如说 尽量对这种产品的改造要小 然后对他们的影响比较的小 就比如说他们用一些传统的 传统的微服务体系 然后怎么把他们能够 接到这个Eastio里边来 对 推广 然后我理解也 第二部分也涉及到这些 技术方面的东西 对 这里边确实Eastio要和 传统的那些 微服务的体系要结合的话 是需要做一些事情的 然后第二个是说 是说那个多住户是吧 多住户的SideCart的升级 这一块我们也没有做过太多的探索 我们做过的探索就是 那个Eastio的版本的平滑的升级 我们之前是有做过 比如说Eastio官方是提倡 比如说两个版本做升级 对 不要太高的版本做升级 然后我们也是探索了一下 然后 其实按照总体来说 按照它的方案 然后是跨度再大 然后也还是OK的 有一个问题 就是Eastio版本每三个月出一个 然后但是它某些版本 其实和SideCart或者Invoi 它自己的版本是有一些gap的 比如说某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它跨的比较大 到1.1 1.12以上的话 它可能只能支持Invoi 在1.2X某一个版本 那如果我们那个版本运动低的话 这种情况就很难去推动升 因为它两个之间是有一些适配 或者说它的API之间的一些 兼容性的问题 这块反正目前是有一些瓶颈在 是的 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Eastio的这个版本升级特别的快 然后我们 我们也是Eastio的使用者 然后我们也更多的是 也一样的线上对这种升级 然后也是要求比较的高 我们也是在 就是遇到一些刚需的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K8S的版本 然后升了 然后对你的Eastio 你必须去升的时候 可能就涉及到这种 一方面会涉及到K8S怎么平滑升级 然后另外就是Eastio怎么去平滑升级的 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也不会 对 也不是那种紧跟着版本的 稍等 还有一个问题来着说 可观测 可观测那个的话 我们 现在在探索的就是Eastio和Skywalking 然后做可观测 就是除了在这种流量级别的这种可观测 然后也做这种 想要通过Skywalking 来做这种比如说方法级啊什么的 更细利度的这种可观测 你好 谢谢 谢谢您刚才非常详细的分享 我想提两个问题 请教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 移动云这边在部署这个服务网格的时候 有遇到过什么 关键性的一些性能的一些障碍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在岩石啊 或者说在这个部署零星人这个加密的时候 对这个客户的这个Pod里面的性能 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 那移动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 第二个呢 就是在部署的应用性方面 因为编车的话是 是需要部署在客户的这个Pod里面去的 对吧 那么刚才前面一个朋友提到这个 这个升级的等等的一些问题 那我刚刚看您讲到 下面也会提到这个会探索Ambian的 是不是会考虑就是说 把编车从像Ambian的一样 从里面卸载到Kerlone 或者说卸载到Ambian 这里面去的话 这样使得客户 或者多个Tenet的这个部署 就跟这个网格就没有关系了 可能就会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您考虑 下一个考虑点 是的 我们也是 就是产品或者说产品团的那个 外部的客户 然后去使用这个SiteCart的话 他们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担心 然后也会就是担心这个SiteCart 带来的性能 还有资源的问题 然后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可能我们还更多的这些产品 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所以对性能方面 其实目前关注的并不多 关注的更多是功能方面 然后就发现一些功能方面的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的 有的产品 他们对这种HTTP的协议里边的各种信息 其实是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场景去处理里边的信息 就发现在使用Eastio的过程当中会 或者是引外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它有一些修改啊 或者不满足预期的这种东西 就比如说会有一些host 就整个链路过程当中有一些字段就消失掉了 或者Pod消失掉了 或者是说一些 哪些字段就被修改掉了 就更多的是这方面的东西 在这个Pod在边车之间 是不是使用的是这个MTLS信道来做的传输 对我们使用的是这个MTLS 也没有 对 那有遇到过比如说像身份证的性能方面那些压力吗 这个还没有涉及到这一块 对 我们可能目前还更多的是在功能层面 对性能层面 应该后边用的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现在移动云里边最复杂的一个产品 叫OP平台 那个平台有将近100个卫服务 然后要用这个要用服务网格来做挥度了 这个并且他们是移动云的相当于是总的入口 这个时候应该我们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这接下来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相当于是移动内部的一个OA应用是吧 不是 是移动云这个公有云平台的 对 公有云平台它的 就是相当于是入口服务 它做比如说做整个移动云平台的网关 以及用户管理啊订单管理 就整个移动云里边最复杂的一个产品 对 接下来会是一个挑战 好 谢谢 谢谢 你好 我有几个问题可能咨询一下 一个刚才那个性能的问题 目前移动队员没考虑是吧 性能和资源占用的问题 呃 性能 性能的话我们 呃 对 可能更多的是看 依次有官方然后他提供的那个呃 呃 那个Batch Mac Mac的那个性能的报告 对 啊 好的 那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多基群呃 呃 就是用一次性能来管 这个目前解决是主要解决那个 那个容灾和备份相关的问题吗 引入在移动这边引入这个多基群的Mesh 嗯 对 容灾和备份是一块 呃 另外一块 就是像我刚才介绍的 可能就是它能 它也能实现这种容灾和备份的这个需求 然后另外也是像刚才说的是那个 想要去探索一下这种呃 呃 东树细算啊 或者算力网络这种 多基源池级别的这种算力 怎么去进行分配 然后去调度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啊 好的 好的 那就是刚才提到那个东树细算的问题 就是目前我从刚才胶片里面看到 那个算力好像目前还没体现出来是吧 嗯 还是后面准备再引入算力这个 这个比方算力调度相关的一些事情 是的 这个 其实这个PPT上 算力调度是没有体现的 其实我们 就是我没有在这里边体现 然后我们去年也做了这方面的探索 就是Eastle加上Kamada然后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的 然后因为这个主要讲Eastle 就是Eastle所以我没有介绍那部分的内容 然后有结合Kamada 然后Kamada去做这种比如说去呃 多资源池级别的然后那种算力的编排之类的事情 好的好的 那就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那个Service这种方式嘛 是吧 那有没有需求 比方说走再挂两个平面 两个网口或者甚至更多的网口 这个同时用那个Eastle 做一些流量方面的一些治理 目前我们是 目前我们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场景 就可能是我们的呃 原生的那个程度 就是我们基本上移动于的所有的产品都已经原生化了 就没有 对 基本上都是K-S里边的 那大多数 基本上还是一个偏IT的一个场景是吧 一个网络平面 目前是不是都 目前是满足你们的一些要求 是吧 是的 好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那个 因为Eastle对那些协议的支持 七层的还 虽然有一些扩展方式 但还是不是很多 那大多也是GUTCP的 对于UDP的这一块 我不知道有没有 后面有没有什么考虑 因为这一块的话 社区本身好像提了好久 也是没支持 这个是不是可以去看那个 就是社区里边有那个就是赵华兵 然后他们开源的那个 他那个还是主要是偏七层 基于GUTCP的比较多 基于UDP的好像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案还是 现在是移动这边也没有这个需求 是吧 很明白 就是相对于那个 已有的就是本身 呃 组件的那个能力 那移动做这个事情 做了什么 增量的能力 在做这个事儿 就是跨region 调度的时候 嗯 嗯 嗯 好 506 instagram 接下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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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量指的 是什么 嗯 嗯 嗯 就是你 就是你基于这个еко源的 组件 是吧 你来做这个跨region 的这个 调度 他是在整体的架构上面 或是在上面这个 涉及的话上面 书 كلno per se b um レ00 里索整体的架格上面 或者是上面的这个 这个Eastil或者福网阁这一块 是在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算 就是比如说苏州资源池 有一个算力中心那一块 然后我们这边 苏州是吧 对苏州是一个举例啊 就是对 比如说有一个算力中心这么一个模块 然后去收集各个资源池里边的资源的情况 然后去进行计算 对它就是 其实我们这个算力中心也只是 就是它有很多场景 然后我们是属于云源池的场景 整个公司还在做一个 更大的一个叫算网大脑的 对它就是包括 算网我理解应该是单独的课题嘛 是吧 这是中间用到了云源池 对对对 然后我们这一块 那个刚才提到的算网中心 然后相当于是 我理解是我们新增的东西 然后也属于我们的算网大脑 那个大的东西里边的一部分 对更多的是这个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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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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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Service的这个后面的 就是这个需求的场景是啥 需求的场景 需求的场景就是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产品 然后是有公有云的产品 公有云的产品它就是要考虑一些 用户要通过资源来付费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也是想要 比如说Serverless一个比较 后面会像那次FAS上面点进吗 FAS 还是目前就是用那个按需 使用按需弹缩那种方式 对我们现在还是按需弹缩的这种 可能目前在探索 就Eastio和Kinative 然后再加上产品这样子 这样子的方向在探索 好 大家再见 谢谢